和这些刀板肉的油混在一起的煎蛋 这里面还炖了腊肉 每一粒米饭都在油里面泡了个澡 用老坛酸菜泡的 来了宝贝 欢迎进入休息时间 我是小太子 今天吃的是家常菜 这个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刀板肉 猪头肉 这边是酸菜炖豆腐 你们知道它为什么叫刀板肉吗 这个刀板肉它就是提前腌制好 给它晒成腊肉 吃的时候呢放在锅里煮 煮熟了之后在刀板上边切边吃 用手在刀板上腌着吃 口感是黏黏糯糯的 特别黏 一般我不太喜欢吃瘦肉 但是这个的瘦肉也很香 它米饭一点都不会咸 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腊肉 就不知道 比腊肉也香多了 老坛酸菜 讲真的 这两个菜搭配起来 用红烧肉我都不欢 这里面还炖了腊肉 所以吃起来更香 完全没事过瘾 再来一口 看 有点党事 直接盖饭 忘了喝水 吃个猪耳朵 终于理解了 吸油机中 为什么那些妖怪也都挺想吃 做巴结的耳朵的 确实下饭 也下酒 猪八戒的嘴 猪八戒的嘴 再来最后一块 把它尝到这个饭里边热一下 和这些刀板肉 都油混在一起的煎蛋 更更更香 比米饭已经裹热了 又变软弱了 最后一口呢 每一粒米饭都在油里面泡了个澡 用老潭酸菜泡的 如果你们来我家吃了这个早饭肉 我感觉你们都不想走 还有这个菜也一样 太好吃了 喝酒 酸菜 吃 很美味 干杯 如果不是吃饱了 我还能再吃三碗 这个我要留着 明天吃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一键三点 祝大家好运年年 再忙再来也要记得按时吃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